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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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一 还负一了 这个账不知道怎么算的 承认自己的 字写得很差的同学们一起鼓个掌 来我看看 没有啊 我太崇拜你们了 如果说在现场 承认自己字写得很差的鼓个掌 那这是我 你继续说 这个悲听 一是我因为写字太差 在我刚工作的时候 我爷爷送给我的 然后我爷爷就鼓励让我写好字 然后这个背贴的来历 是我爷爷的爸爸 他就是说那时候村里比较穷 村里头有一个落魄的秀才 然后他就是说没有钱了 然后去找我太爷爷 我太爷爷给了他两斤包裹面 然后就换来这个 为什么爷爷不早一点 在你六岁的时候 就把它送给你让你来学习 而是说现在因为字写得不好 才让你去学习 不是有点晚了吗 其实年轻的时候 字写得还是不错的 是吗 现在步入中年之后 越来越差了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呢 应该说动手写字的机会 越来越少了 都开始用电脑打字了 但实际上我们更提倡大家 能够提笔写字 因为你就是提笔忘字 这种现象太明显 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的退步 对不对 好你现在学的有进步吗 小有成就 小有进步 现在看看你的老师怎么样 来 这位常有啊 你从这个杯帖当中啊 已经感受到中国书法文化的艺术了吧 跟他们比差得太远 然后一直在学习 对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 已经进入网络社会了 包括我们底下做的这么多学生啊 你要叫他打字非常快 可是为什么字写得少呢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但是呢 我们千万不能啊 忘记 或者是丢掉 我们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 现在是电脑时代 虽然节奏很快了 打字很快了 但是电脑上的那个字体 再美再美 不及传统书法美的万分之一 刚才你和我们主持人陈坤的交流啊 我听出来呢 你一个观点 就是想写好字 对 你现在写的字是怎么不好呢 横不横 竖不竖 哦 横不横 竖不竖 匹不匹 那不那的 是不是啊 咱们有很多的同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很多的人写字 家长有的时候就说他 瞧你这个字写的跟猪猪爬似的 怎么说我爸说我的话 您都知道啊 但是呢 你别忘了 猪猪爬可是有规律的 啊 那个支柱做支的那个网 可是很棒的 那我们连支柱都不如了 哎 所以我觉得啊 咱们学写字 我觉得是正确的 像你拿的这本帖 你知道是谁的吗 嗯 柳公权 那么这是不是柳公权那个时代的东西呢 因为我也不太懂 不太懂 这本字帖 非常好 我初一看的时候啊 我觉得它是流体字 我们经常见到的是柳公权写的悬蜜塔 我再仔细一看呢 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悬蜜塔的味道 悬蜜塔的味道 每一个笔画又瘦又硬 但是呢 这个字 我就觉得比它的悬蜜塔的字啊 写的还要好 所以现在这本很珍贵 这里面呢 我觉得它是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它的 这里面有一个断碑于土 这四个字没有坏 那说明啊 是在康熙以前 没有断的时候 就已经踏好了的 那么整个的非常珍贵 那么再从纸张上看呢 也是明朝的纸 是白棉纸 不是我们后来踏背用的那些个宣纸 我也非常荣幸的告诉你 这本帖应该登上第一个珍宝台 谢谢老师 恭喜将藏品放在一号珍宝台 我们平时有一句话经常会说 无心插柳 柳成荫 说明什么呢 柳树是自然界里面一道很美的景观 是一种很美的树 所以春风扬柳 是令人神往的一种境界 恰恰很巧什么呢 书法上也有柳 那么是柳体书法 柳体跟颜体叫做颜金柳骨 那相当于就是书法上的春风扬柳 令人神往 我们平时看书法 只要从哪一件书法上看到的颜金柳骨 可以讲就是一种很美的书法 很绊的书法 谁都想 谁都想收藏的一种书法 那么这个字天是什么呢 是柳体书法极致 非常纯正 刚才金老师都讲了 它艺术上非常难得 非常完美 所以我们估价呢 我们也参照了最近拍卖市场上 一些悲贴的一些行情 所以我们集体合议 给这个难得的悲贴 给它估个价值6到8万 谢谢老师 让我们共同点亮第一盏珍宝灯 第一个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金觉海吉柳书苦照思悲》 市场估价6到8万元 场上点亮了第一盏珍宝灯 接下来这位藏友 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宝贝 来 开门 好 大家好 回来到场合 各位平衡好 李账长 来了一位大爷 大爷 你拿的东西可太喜庆了 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欢迎 送给你吧 好 送给我啊 你怎么一来就给我穿小鞋啊 我看你穿的还不是挺飞丝嘛 那个高女孩不好吗 穿上桌腰不好吗 看咱也不能穿小鞋啊 小鞋过去前几遍都穿的这个嘛 穿的进去啊 哦 现在成大桌了 还说古代三寸金莲 这个有几寸啊 三寸金莲 这可能两寸八吧 哎呦 天哪 你想想当时人们 要三寸金莲裹这么小的角落 什么感觉啊 咱们现在想想痛苦 这还挺好的 东南下凉 但是还是别了 我这三六的脚 还穿三六的鞋算了 不过那个时候 应该说脚越小越好看 是吧 对对对 大爷 您这个是您买的吗 是我家里留下的人 怎么留 呀 您说普通话说得真好呀 很喜欢的 才学的 大爷 您从哪来 宝鸡 宝鸡 一个小鞋叫龙鞋 龙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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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骑马吗 会 真的呀 对 几岁的时候会骑 小的时候就会 小的时候就会 有机会您教教我呀 哦 骑上 我还想学学 可以 但是您说这个是家里面 就祖传下来当嫁妆用的 哦 可能是 今我老婆婆婆 婆婆的婆婆是 他们在 在屋里以后一袋一袋慢慢放上 就是上一袋人穿下来的 婆婆的婆婆 是吧 但是他们当时穿过这个鞋吗 不知道 但这个是能穿吗 谁穿什么鞋呀 它是陪家屏 哦 结果您现在一直保存的 特别好是吧 但是呢 这个鞋子到底能不能穿 这样红色的喜庆的鞋子 又有什么样的寓意 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大爷 戴上您可爱的小红鞋 让我们专家看看行不行 行行行 大爷啊 这个鞋 小鞋啊 你知道在古代啊 是派什么用场的吗 嗯 在我们中国宫廷生活当中啊 特别是清代 清代晚期的时候 皇帝成婚 他有一种三幅红苗巾的小鞋 就放着 这个鞋子一对呢 叫成双 成双是什么 好事成双 而且呢 鞋又跟鞋的音啊 是同音的 又是成为和鞋之音 和鞋的鞋 好事成双 和鞋美满 就是寄出着 对他们今后成婚啊 婚后的生活啊 一种美满的祝福吧 但是实际上我也曾经在博物馆当中见到陶器啊 就陶制的一双鞋 也有一种寓意叫什么呢 叫步步高升 对 这个呢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 这种陶的鞋子啊 是作为一种陪葬品 当时的时候 因为先人的思想啊 就是我活着享受怎么样 死了我也要享受怎么样的 大爷我冒昧地问一下 你今年高瘦了 74了 74了 你可以做我的父辈了 你还这么精神 非常棒 心态也好 这个东西是你祖传的是吧 祖传的 但是大爷啊 在华语之门 只有真和假 你想想看 你婆婆的婆婆 假如说现在活到现在 起码要一百多岁了吧 那最少也要到清了 我刚刚也讲过 清代是有这样的东西 可是你这个故事啊 就是编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刚刚讲的 我们那个三幅红地啊 它是一种矿物原料 烧出来的又瓷又彩啊 是非常好看的 你这个红料啊 是现代的化学红料 也就是说 根本在当时就没有这种料的 那怎么来 祖传下来呢 而且 这种包着金属编的这种东西啊 都是现在的地摊货 借你这个东西啊 我要提醒广大的 常有观众 看看你手中是不是有 包着这种金属编的 盘啊 碗啊 罐啊 现在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们 都是新的 现代的工艺品而已 不存在任何故事 也不存在任何悬念 而且你这个底下 还有一个什么款 大清乾隆年制 是一个图章啊 敲的 没有这种事情的 古代的艺术品 这是手写的 不过大爷 你这种精神啊 还是很好的 全国的观众 今后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都要感谢你 都会记得你 陕西宝鸡的有一个 老顽童大爷 所以参与很重要 请原谅我 刚刚对你的冒犯 但作为专家 我们一定要输出 真心的话 好不好 好 大爷这个是买的吗 我在外面里有小孩 我们王府 丫头卖回来以后 她不是放着吗 她包装的 最后拿 从我拿出来 就丫头当时卖回来的 也真不放着 她卖了十年了 十一年了 海的不管怎么样吧 咱们对她总是抱一个好的念想 对不对 不过虽然说不是一个老的物件 但是不妨碍她漂亮啊 对不对 漂亮不漂亮 大家都认为她漂亮 如果拿她当嫁妆 也是挺高兴的一件事 是不是 好 不管怎么样 我想收藏一个快乐的好心情 好 改天找您学骑马去好不好 好 拉钩 拉钩 好 谢谢大爷 我们大爷 我们大爷可能是有一点失望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们说一个美好的故事 是对她寄予一份美丽的期望 其实不纯粹是欺骗嘛 也可能可以说是善意的谎言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种包容的心态 用一种美好的期望的心态 去看待这件事情 希望大爷能够收藏快乐 有请下一位池宝人 您拿的这个是什么呀 是一个尺子 尺子 对 我也不太清楚 上面还有一些图案 文字 但是上面并没有一些数字 来体现出这把尺子 它的一个这个规制怎么说呢 这个尺子总共有多长 就是我也不太明白 所以是让专家来看一下 这是你买的吗 对 买的 别告诉我是祖传的 买的 买的 在哪买的 在我们那边地摊 当时什么时候都买的 具体时间我也没搞清楚 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老的 当时认为就是它老的 什么工艺 你觉得它上面所谓的黄色是错金吗 还是什么工艺 应该是溜金吧 溜金啊 真的是金啊 应该是金 天呐 买的多少钱呢 1800块 值吗 1800块 上大受骗了吗 好吧 大家鼓励一下吧 1800块钱 你买的心疼吗 不心疼 他不心疼我心疼 1800块钱就买这个 你重视的是什么 我认为它是老的东西 老在什么地方 他那个 看它的包浆 还有那个 蘸花那个工艺 应该是老的 你说的对 这个确实是个老东西 而且呢 老到什么时候呢 宋代 宋代的一个尺子 应该说 数量啊 特别是在私人个人的收藏当中 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你买直了 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啊 这个金皮子 遭到了比较大的磨损 但是在那个花啊 蘸花的部位啊 还是保存下来一些 所以从那几块啊 保存下来的东西看 应该是留过筋的 只是呢 筋皮子比较薄 而且呢 磨损了 这个尺子 有一端啊 是啊 被磨的呀 已经啊 减少了 有那么 起码是有几分 但不是现在磨的 是当时候磨的 所以这件东西呢 从我个人来认为啊 还是啊 有收藏价值的 特别是什么 作为个人的收藏 这件东西呢 应该说 还是祝贺你啊 收到了一件好东西 谢谢 只是离珍宝台有点距离 好 谢谢你来参加节目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邀请 大家好 有位老师好 小心翼翼的捧着手里的这件 玉丛 对 玉丛 前一段我看过我们节目 我经常看我们这个华语字门 就是 也找了一个这个 所以呢 捧来这件 充满了敬畏 也许是假的 走的时候表现是什么样 就不知道了啊 是 是 不过这个东西 我也找了好几个人看过 这个东西 不会是假的 所以你今天就是打算来上珍宝台的 对对对 好 为了珍宝台上的一件 黄丛自己找了一件 拿了这件藏品 就是为了上珍宝台 其实目的很专一 是 来 也许专家告诉你 对不起 您可以离开了 做好准备 你刚才说找了人看的 所以你把它匀过来了 这个钥匙给你毙了 你心里头扑腾网 这个 不好受吧 那是 那你得 有点承受能力啊 我觉得玩古语的人 都有一定是心里承受力 我想你也是 你认为这是两种文化的吗 是 那么两种文化 当然是最先出现育从的 这么一只史前文化 但是呢 这个跟两种文化的还不一样 最起码的两种文化 在这个边上 这个脚 是单独的 就是它中间有一道 钩槽 四面都有一道钩槽 这个你得知道 这个可不是两种文化的 不过你也不要太慌 这个呢 只是比两种文化晚 这个四面都齐的 你看很方方正正的 这种育从呢 是比两种文化晚 出现在齐家文化 是距今四千年左右 两种文化 还要比它早五百年 那么这个也不是齐家文化的 是再晚一点 那么再晚晚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大概是一个商代的育从 商代距今大概是三千年 所以呢 这个育从是三千年的 那么商代的育从 跟齐家文化的还有不一样 是它四个面做得非常的规整 而且呢 它里面这个孔是非常的直 这是商代预期的特点 因为它比其他文化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那么实际上这种式样的育从 在收藏家手里啊 存饰量还是不大的 那么这个育从 跟我们市面上看的很多仿制的 还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它的沁色 这个沁色是三千年所留下来的 寝食的颜色 跟我们在作坊里所看到 仿的是绝对不一样的 仿的颜色不会这么自然 省这种土色 不会这样 所以呢 这件玉器呢 应该说是你收到的一件 不错的高古玉 那么第二个珍宝台 就非它莫属 恭喜你 恭喜将藏品放在二号珍宝台 刚才听你说你把这个玉虫啊 是当两组文化的玉虫买的是吧 是啊 那么肯定花了不少钱吧 他这个 我拿了好几块新玉 翡翠换来的 大概价值多少 几十万吧 大几十还是小几十啊 小几十万 有三十吗 三十 所以说你这个胆子大啊 不一定就是说都能买对 虽然东西买对了 这个东西未必就能值这个钱啊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因为呢它是商代的玉虫 商周的玉虫啊 它基本上是这个素面的 而我们现在市场上 恰恰对素面的这个骨玉啊 反映市场价格不是太好 而商周的玉虫比较常见的呢 是比这个小个一号 小个两号的这种 这种通常都是在十万以内 几万块钱 而你这个呢 在商周的玉虫里面属于 这个体积啊 气型啊属于硕大的 而且呢你这个局部都能透玉虫 包姜又特别好 做工呢也非常细致 你的这件玉虫 我们给你的估价是二十万 可能要亏一点 那从估价上来讲呢 和我们心里是有一点差距的 对不对 不过我比较喜欢他 嗯 好好呵护好他 好好学习他 并且引导你身边的朋友 一起来学习他 是 好不好 好 让我们共同点亮第二盏珍宝灯 第二个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商代玉虫 市场副价二十万元 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精神上的追求 尤其是当我们的心 能够越来越沉浸下来 那么当我们面前在呈现出古代的文化艺术真品的时候 你才能读懂其中所渗透出来更多的信息 才能读懂他所要和你交流的语言 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 华语日本的各位专家 大家好 你们好 好好好 你好 你好 看到了您呢 应该说是一样的扬眼 对不对 而且各剧特色 但是都让我们感觉到光芒 您 告诉我您和您藏美的缘分 这是我父亲收藏的 嗯 我也喜欢 因为我喜欢美术 嗯 我看它的一个是带金边 嗯 而且 还有那个金口 它的那个变柚 摇变柚特别棒 你觉得它摇变比较漂亮 对 特别漂亮 可以说是在摇变柚中的精品 对 那么你认为你收藏的这件是什么时期的呢 清代乾隆 清乾隆 对 哎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来仔细观察一下 和分析一下啊 有一个要点 就是说如果是清代拥前时期的 你仔细观察一下 它的诱变呢 是比较美丽和多变的 对 但如果到清晚期的时候呢 在边角上会是有人为诗的诱 我挺爱收藏的 嗯 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 呃 再一个我特别喜欢你 喜欢我啊 你看我们有很多共同相处的地方 啊 比如呢 比如说主持 哦 还有收藏 哦 您做主持 是啊 啊 所以说我们共同的特点还是非常多的 那太好了 所以说我非常欣赏你 您具有主持人的魅力 而且还是一个收藏专家 哎呦 我觉得从这番话说出来呢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您比我更适合当主持 对对对 咱们既然说到主持了哈 那我们能不能PK一下我们的基本功呢 绕口令 绕口令啊 别别别 嗯 嗯 这样吧 嗯 我先来 你先来 好 好 板凳宽 扁单长 扁单不如板凳宽 板凳不如扁单长 扁单绑在了板凳上 板凳不让扁单绑在了板凳上 扁单偏要扁单绑在了板凳上 好 好 谢谢 真棒 好 现在健保 在专家评论我这个藏品之前呢 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你说 就是说如果这个 我这个姚便佑如果能登上咱们的珍宝台 嗯 亲自点亮第三盏珍宝灯 大家说行不行啊 行啊 谢谢 谢谢 我都同意每一位藏友 只要你能上珍宝台 这个灯都由你来点 对吧 但是要是真的才行啊 徐老师 那上不了珍宝台怎么办 上不了珍宝台 下次再点 上不了珍宝台回家点灯 哈哈哈 但是我真的有个问题啊 你看 徐老师 你说它这件藏品呢 要说宋代的当时那个刘佑 感觉佑比较厚嘛 对 这个这么透亮的一种感觉 它跟宋代的军摇啊 还是有不同的 对 因为为什么啊 我们宋代的军摇啊 先是树烧批 然后初摇以后再挂佑 挂佑进去烧了以后再出来 出来再挂佑再进去烧 这要反复三次或者四次 所以我们宋军啊 看上去就是什么 那个佑非常厚 然后呢有鲁竹感 可是清代呢 它已经不用这个了 清代的佑啊 我们就看上去 给人感觉什么呀 很透亮 很透明 而且呢佑呢比较薄 这呢是宋军 跟我们清军啊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名称叫什么名称啊 叫仿军摇辩佑观耳瓶 清代雍正乾隆的仿军啊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幼稚 透亮 肥润 第二个特点呢 它这个里面的摇辩佑啊 流淌自然 但是动感很强 我们到了晚清的时候啊 刚刚陈空也讲了 因为前面我们华与智盟上过一期 就是光绪观摇的摇辩佑观耳瓶 它呢它就没有这种摇辩的自然流淌感了 它边上啊就靠第二次刷佑 变成黑色的变成了摇辩 所以这个前代跟后代啊是不一样的 只有雍正跟乾隆 那是最强最好的 是吧 你这个东西呢我刚刚也仔细看了 而且这个底下啊 是一个芝麻酱佑 里面有大清乾隆年 赚书的客制款 这也是清中期雍正跟乾隆的一个特点 因为为什么呢 那个时代啊就是这个芝麻酱佑 观摇的芝麻酱佑啊要比较淡 农淡生前啊很均匀的 不像这个比较浓 所以你这一件东西啊 从它的底竹的修竹以及客制款来说 它还达不到观摇的那种精细 可是呢这件东西啊 是乾隆本年本款的 姚便佑冠儿平 非常不错啊 谢谢 第三个珍宝台啊 看来真是要你来点亮了 谢谢邪老师 谢谢大家 恭喜你将商品放在三号珍宝台 来 在住家之前呢 我看你的口词很凌厉 那个绕口令说得不错 我看你市场上的经验如何啊 谢谢 我也给你出个题 假设这是宋代的军摇 本年的正摇口的 这样一个利剑器 应该值多少钱 我的估价大概是 160万到180万左右 有些谱 有谱 如果是很好的品项 本年份的民谣的精品 应该在百万以上 如果是冠军的话多少钱 那就是无价至宝了 因为它非常有收藏价值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收藏价值会居高不下 也可以这么说 那没法估价 但是实际上呢 因为军摇的传释量 还是多一点 跟如药不一样 大概我想大概大几百万 到千万这个样子 好不好 对 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就要给您点了 是不是 刚才呢 徐老师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它是本年的 仿军摇变佑的一个冠尔萍 但是我给你点出来 虽然有大清乾隆年款 但是它不是官摇 要官摇化是一个价钱 民谣的话又是一个价钱 我们给你的机体估价是十万块 如果是官摇的话 应该高出十八倍到二二十倍 好 谢谢老师 十万 而且你还可以满足你的心愿 就是点珍宝汤 有请 好 接下来 我们共同点亮第三盏 第三盏 接下来 让我们共同点亮第三盏 珍宝灯 第三个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清乾隆仿军摇变佑冠海瓶 市场估价十万元 当我点亮了第三盏 当我点亮了第三盏珍宝灯时 我特别觉得很激动很过瘾 太棒了 其实在点亮珍宝灯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不是紧张 而是激动 其实我们的藏品 登上了珍宝台又能够亲手 去点亮这盏珍宝灯 哎呀 我觉得这样的缘分 可能一生当中呢 也就为数不多的几次吧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自己的藏品 登上珍宝台 自己点亮珍宝灯 这个精力没有 好的 在我们分享快乐的同时 来邀请下一位珍宝人登场 杨阳晚上好 主持人好 各位专家评委好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带来了一件自己的藏品吗 对 但是这件藏品是你自己买的吗 对 朋友介绍的 那你媳妇她支持你吗 支持啊 真的呀 买的时候还不知道 买的时候我们不认识呢 嗨 那就有年头了 谈恋爱谈了几年呢 一年多 结婚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 也一年多 加起来两年多 好 来 我数学还不错 来 一共一年多 一共一年多呀 嗨 来吧 打开你的盒子 让我们看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噢 她说了照妖镜 这不是 这是美女越照越漂亮的镜子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是什么镜子 这应该是个 湛汉时期的一个 草叶文的那个青铜镜 草叶文主要流行于什么时间 这个还不是太清楚 刚才你还说湛汉 对 就是湛汉时期的 那经常有草叶文 对吧 但是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特征 让你认为它是真品 这是朋友介绍朋友让我买的 害你又不知道 就是朋友来咱们这个地方登上之茅台了 然后我就感觉 他都能登上 我也能登上 但是 他介绍我买了一个 你告诉我在收藏当中 是朋友重要还是眼力重要 都重要吧 朋友重要一些 如果选其一 我选朋友吧 来吧 来 鉴定这些场景 背后还是在鉴定您的朋友 我告诉你 它是个真东西 而且呢 是个黑漆鼓的镜子 黑漆鼓 你说能照人 实际上就是因为它黑漆鼓 面比较亮 这样的话呢 人影还可以看到 你这个做到了 但是年代没有战国 它要是战国的呀 它就厉害了 如果是战国有八个字 那了不得了 所以呢 这个是汉代的 西汉代 刚才说的八个字 比它多的 有16个字的 所以你这个八个字呢 就显得低一点了 另外呢 就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文饰 有一点浮雕感 但是比起其他的 好的这类草叶文静 它就显得呢 弱了 所以东西是真的 但是相对来说 也有弱点 离珍宝台 还是有距离的 但是你这个精神很好 下一次 你再拿个好东西来 一定能登上珍宝台 你刚才没告诉我们 你多少钱买的 四五万吧 可能 四五万呢 什么时候 前年 你这前年买的 你就减漏了 因为前年的话 这样的镜子 市场价位 能在20万以上 你只花了四五万块钱 真叫减漏了 那是前年吗 前年其实是最高峰的时期 现在的价钱呢 只是在八到十万 加油吧 小伙子 有请下一位吃饱人 我这次来呀 主要是完成一个心愿吧 您有心愿 因为我带你们坏子们来参加海鲜 也不止一回两回 当然不止一回两回了 另外有十多回 十多次的 不对不对 反正每次都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回 高兴而来扫兴而回 对对对对对 第几次啊 十八次 这是第十九次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心愿是什么 是上珍宝台还是上节目 这次我也没有打算想上珍宝台 我只是要证明一下 我的东西是真的 好 那么打开箱子来看一看 你的今天带来的 第十九次来到华鱼之门 带来的是什么藏品 您是专门外高枯子吗 这个高枯子反正也是平衡不好的 我反正也是找人看过 找人看过来的 您找人看过 前面都十八次了 您还说找人看过来 这个 是在外面找人看过来的 之前那十八次 是不是外面也都找人看过了 之前没有 没有啊 之前没有 那这钱靠谱 这钱我估计有的靠谱吧 花了多少钱 这钱我都给了15000块钱吧 15000块钱 两个吧 但是千万别打了眼 来让专家看看啊 反正当时看到你 还选手过来的时候啊 看到你是非常有自信心的 对不对 而且拿了这堆东西啊 摆上来就说 徐老师我这个东西就是老东西一堆 你看多自信 可是呢我们有一个 比较纠结的问题 你说这个是唐代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下面啊 是像一个玉笔底一样 对对对对 可是我当时跟你说的什么时代 元代的 对 那现在正好在这个电视上 我跟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是唐代的 你记好一点 唐代的玉笔底啊 同类的尺寸 口径跟底竹一定成正比的 大口的话 它的竹一定也大 你看你这个不符合唐代的 大口的话 你这个竹反而小 而且这个玄销的这个工艺啊 也不是跟唐代玉笔底啊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件东西啊 应该就是在经末元代那个时代时段的 这种呢一般呢 都是南方啊 摇口的一种青磁 可能受到水坑的青磁啊 所以你这个鱼啊很脆 你看它这个皮啊 你轻轻的用指甲一抠 它就掉了 一抠就掉了 这种东西啊 应该属于非常多件的 而且是普通的青磁碗 同样物品跟物品相比 好的东西 精细的东西 跟普通的东西啊 当然有天上和地下的价格贵贱之分 所以收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情愿一万块钱买一件 别去一万块钱买十件 这就是收藏的一个真谛 所以像你这样的品箱的话 你就当一个标本 至少啊 它会教给你看 金和类似这样的东西啊 是对的 好不好 好 谢谢你的参与 您是哪年买的 真实话实实 所以我给您建议啊 大哥 我觉得您这段就别买了 如果说就严厉 目前还在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情况下 我觉得保住我们手边的财富 还是更重要的 哪怕学一学 将来返够了子弹 然后去买一件好的藏品 那么它的生殖空间会更大 好不好 好 好 希望您今后会越来越幸福 收藏之路越走越好 有请下一位翅膀人 大家好 各位专家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真的假的 我看出是 我是真的 看 是不是 应该是吧 是不是呢 那我看出应该是吧 真的是吗 那那那 修国的经验应该是的 始终脱离不了应该两个字 但其实我听说在您当地啊 您自己已经是一个鉴定专家了呀 反正是修国 给我的朋友修过一些 修过一些 但是没有那个坚定的经验 这个藏品是你的朋友帮你长了眼 然后你买的 不是 这是我的亲戚 对账对的 怎么讲呢 我的亲戚 别人挣我家亲戚 挣的就挣的就将来一旺块钱吧 欠了你们一万元 爸这个东西给他了 抵账了 抵账了 好吧 希望他应该是真的 这位朋友 你平时像你的朋友和村里人秀过 哎 好像很懂 真的你的亲戚拿来的东西了 你一看心里没底了 我跟我朋友 我跟我朋友 我学了一些这样的知识 学一些 但是没有这个鉴定的经验 哎你不是也是你们村的首席鉴定师吗 哎 反正都是他们 嗯 嗯 有些让我看看 为什么建这个东西就没底了 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跑华语之门来了 哎 对的 祝要你如愿啊 那你自己认为啊 这个是什么时代的 应该是 我学的经验应该是元朝的吧 那你从什么地方判断这是元代的呢 看出我我看了一那个 你写书 上面好像有这样的 哦 好像书上 那仿的人更是书上仿的呀 但是说没有这样的看出 有些像这样的 啊 你看看这个是画的什么 像像这个龙 你看到过元代的青花上面的龙 那个龙啊 非常的矫健 刚净 爪很立 很完整 你这个龙看上去像什么 看上去是个龙不知道 这个啊叫白地黑花 是我们北方的磁州窑的 北方的磁州窑啊 在我们中国的陶瓷史上啊 是一个大的窑系 涵盖中国很多地方 在北宋的时候 白地黑花就比较黑 到了元代的时候呢 就成棕色了 明代的时候啊 就成红棕色了 这呢就是它的一个演变过程 另外一个啊 元代的 它呢 是以比较活泼可爱的图案 然后呢还有一种 起气吉祥的文师呢 装饰在瓷器上 非常有动感 另外一个呢 具有当时的相熟的气息 很灵动 譬如像你这个上面的一样 画得非常自作 也很灵动 符合当时的一个时代特点 所以你这件东西啊 是对的 而且是元代那个时期的 像这种罐子啊 一般呢都是比较大的 这种小的 画成这样的文饰 而且画得这么好 也比较少见的 作为一个典型摇口的器物啊 到现在难能可贵 所以第四个珍宝台啊 就是他的了 这个东西是对的 那么来这个华伊之门的这个珍宝台上 我曾经点评过一个大的磁奥摇 有多大呢 我现在回忆可能有五十公分高 那个肚子上那个直径啊 大概也有五十公分 是画了一条缝 我给点评的是四十万 那么你这个呢 大概比人是相等人的六分之一 差不多这样的 还有一个呢 它虽然气型比较完整 但是右光不是一流的 发射 踩的发射 也不是特别好的 但是好在它是完整 我们给它价钱呢 是六万块 今天晚上给自己清晴的清晴工 让我们共同点亮第四盏珍宝灯 第四个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圆袋白帝黑花龙凤文贯 市场物价六万元 下一位仓友又是怎样了呢 来 大家晚上好 重器啊 您觉得它是宝吗 应该是 那跟我们讲讲 您和您的宝贝好不好 我不退休在家吗 没事 您都退休了 那当然了 我都退休了 完了给家没啥事 我哥呢 他比较喜欢这种青铜器 亲哥哥 当然了 有一天呢就是我哥就说呢 这个青铜器挺好的 我我就把我退休的钱 我都买这个了 多少钱呢 你猜猜 我猜 五万块钱 错 错 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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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万 低了 还低啊 那有您告诉我吧 我这 十万 十万呀 呦 那你以前没研究我 花十万块钱多了点 所以 我买完这个了 谁都拿到心里有点后悔了 后悔了 后悔了 后悔了退给他 不行 我哥哥说了这挺好 我不能退啊 完了我老公也反对 我闺女也反对 闺女闺女说了 妈妈你要有这钱 你玩去 你吃了喝了 我比啥都强 你买个这 咋弄啊 确实不放心 所以我就想说 叫专家给我平静我 让专家看看 肯定是对的 没问题 好 谢谢 这刚才啊 一听你说话 就知道啊 你是个爽快人 所以你出手也挺大方 不过以后啊 还是得听听意见 你老公的 包括你孩子的意见啊 也得征求一下 不要太主观了 那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啊 是真东西 是战国时期 楚国的青铜斩 应该说呢 它还是啊 比较不错的 可是弱点啊 也比较明显 嗯 一看呢 这个颜色 有点灰不溜秋啊 有点那个 发痕的那个劲儿 这是什么 水坑出的 很多铜啊 流走了 由于它铜脂流走了 这个气本身啊 发痕了 结果呢 它里边啊 就有洞窗 就是什么呢 就有出了一些啊 小洞 你仔细看啊 是能看见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影响了它的品相 气型还是不错 而且呢 应该说 数量也不是很多 但是品相啊 和坑口比较差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上不了登堡台了 那我下次再来吧 下次再来 我倒是希望你什么 无仅你自己的钱包 然后呢 一定要看准 像那种啊 有可能后悔的情况 千万不要买 谢谢你参加节目 虽然呢 没能登上珍宝台 但是您啊 也别太灰心 这件东西啊 还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 文饰特别精美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古代艺术品 你买的这个价钱呢 一点都不亏 它的市场估价 就是在十万左右 谢谢咱家 谢谢 哎呀好在啊 是一件真品 要不然刚才那我那新悬的呀 真的是哎呀不好讲 但是我更多的建议呢 要提给我们广大的 退休以后的 我们的老年朋友啊 叔叔阿姨们 千万千万 没有十足的把握情况下 或者说哪怕有十足的把握 也别花太多的养老的钱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 美食或者是旅行等等 都能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 那么这个 在我们老年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来有请下一位吃饱人 小同志 嗯 你怎么呲牙咧嘴的就上来了 紧张啊 哎 你这牙长得挺好的 哈哈哈哈 你叫什么名字啊 大名吴燕瑞 小名梧桐 梧桐啊 哎 这梧桐树那有梧桐吗 哎 不是梧桐树 那个梧桐 哈哈哈哈 说说吧 那梧桐树 几岁的梧桐 八岁半 八岁半的梧桐 自己都有宝贝了 这么大一块玉啊 哪来的 妈妈送的 妈妈送的 妈妈为什么要送你 在这么大一块玉呢 考 考试不好 那个考试老婆走 考试不好 妈妈奖励你的呀 嗯 有这样个事啊 不是 什么意思吗 我都不明白了 哎呀 算了不跟你说了 你言难尽 我能够想象一下 考试不好 送了一块玉 肯定是想下次考得好一点 对不对 嗯 要下次再考得不好 再送一块玉 哎 那你一年能收不少玉啊 来 加油 下次考好一点先啊 小朋友挺可爱的啊 你妈妈给你的时候 说什么了吗 没关系 拿着它以后 学习好了吗 还算可以吧 这个东西啊 是玉器 这块玉啊 玉制啊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颜色啊 稍微轻一点 你妈妈给你啊 也是让你学习好 当然了 我 我觉得你妈妈把这个 什么招都想出来了 最后没办法 给你买一块玉 当然了也是对你一个希望 嗯 你把这个啊 在家里放到自己的书桌上 学习学不下去的时候 枯燥的时候 拿起来看一看 摸一摸 心情平静的时候 再接着学 这样呢 学习成绩就会好 那么我希望 它给你带来好运 希望在期末考试中 语文数学都得双百 谢谢你来参与啊 不能上珍宝台啊 你想把它上珍宝台啊 哎呀 能不能上珍宝台这样 等你期末 看你的学期成绩 如果说你的数学语文 还有其他的成绩 平均在95分以上 你再过来 我让他上这个珍宝台 好不好 好 人家子能考得好一点吗 能 你考得好 我会觉得你更帅的 好不好 一起来 一二三 加油 好 有请下一位吃饱人 好 我看你这件藏品上面 还用塑胶封着的 对不对 对 哎呦喂 打开一看 这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 我不懂这些 这是我父亲的 什么来由 来告诉我们 这是几年前 父亲出国的时候 带回来的 当时是花了不少钱 把我母亲的心灯坏了 花了多少钱 这个我能先不说吗 来的时候 我父亲特别交代 好吧好吧 但是听你说 肯定是花了大价格的 要不然不会把母亲 切成这样子 对不对 来先鉴定一下啊 来 先说 你直觉上 你父亲让你来的时候 给你这个 你觉得他真的假的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但是 这么远处看 一个秀嘎的 还有点模糊 如果东西不行 那你回家门 你父亲是不是会训你 拿你出气啊 不会 不会 不会吗 那肯定不会的 那我可直说了 好的 这个东西 是阴代的 也就是说 是我们平常说的 商代晚期的一个青铜顶 商代晚期的 商代晚期的 距离现在啊 三千几百年了 这个东西呢 他是啊 在民间收藏当中 应该说 是非常少见的 只要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收藏家 拿出这么一个东西 就可以说呢 是个收藏的 非常的 有实力的收藏家 刚才远看 像个秀疙瘩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啊 那个土秀 那些符秀 并没有去掉 还覆盖在上面 如果呀 把这些土秀 符秀去掉之后 他的那个纹饰啊 一切子 就会显出一种啊 半浮雕的感觉 非常花美 这次啊 商周时期啊 青铜器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每个腿的上部 是三个瘦面纹 也叫什么呢 偷铁纹 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刻的啊 是神器十足 所以它的纹饰啊 是非常精美的 应该说呢 它是啊 浑然天成 保存完整 没有啊 任何磕碰 或者是什么呢 是不完整的地方 或者是裂 一点修都没有 第五个珍宝台 就是属于它的 恭喜将藏品 放在五号珍宝台 我觉得上了珍宝台了 可以告诉我了吧 我现在倒蛮期待 在国外这件藏品 会以什么样的价格回流 当时是花了50万 这话啊 它说起来 一点底气都没有 我现在坦率地告诉你 赚了 并且呢 我现在让你 给它估个价 50万都已经不少了 要我估价的话 60万 胆子再大一点 还要再大 我觉得可以了 我本来想说52的 70万 勇气不够 大一点 不能不能 80万不少了 不能再高了 它是一个极为罕见的 一个商代晚期的 一个青铜锭 本来商代的青铜器 价格就是非常高的 它又是商代青铜器里面 极为罕见的 那么价格到80万 还说不少了 我告诉你吧 我们合一了以后 给它的价钱是200万 哇 我觉得我们真有福分 这件海外回流 如此的成功 而且如此的震撼 我觉得再次看一眼 这件产品吧 从海外回流 来到了我们的珍宝台上 它的父亲顶受了那么大的压力 最终呈现了这么完美的结果 我们是不是再看看它 动视巴掌拍热 来记住这一个时刻 让我们共同点亮 第五盏 珍宝灯 第五个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山腕青铜鼎 市场估价200万元 我太高兴了 没有想到爸爸带我来的东西 这么的值钱 比我和妈妈想象中的多的多的 来 开门了 我这方就打击晚上好 你好 你好 反正不管 我就发现 来到这个怀疑之门的朋友 不管藏品真的假的 脸上都是洋溢着笑容和快乐的 为什么 还是高兴到这地方来 心情比较启动到这地方 再一个因为是 喜欢美的人的一个奇聚 是 对吧 来 说说您和您的藏品 这个朋友这个画可了不得 这是一个大家的一个画 大家画作 对 从朋友手转过来的 这个朋友转给我的时候 他告诉我 这个画家相当出名 曾经和爱因斯坦夫妇吃过饭 和爱因斯坦夫妇吃过饭 是 那一定是很有能量的一位 是 那你猜一猜 那我怎么猜得出来 我又没有跟爱因斯坦吃过饭 我提示一下吧 他的字 一庭 王一庭 你真是有邪问的人 我哪有邪问 王震 王一庭 谁都知道 对不对 是真的是假的呀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多少钱 9万 9万呀 多大尺幅 5.5平尺吧 5.5平尺也不算小 是 那抓紧让专家来看看吧 好 来 这位藏友啊 这张画啊 你看 写的字非常的漂亮 写出来了白龙山人 王震写于海云楼 这个字啊写的流畅至极 柔韧的笔风啊 在纸上 简直的任凭他的旋转 任凭他的提案 这个字写的漂亮 那我们看这画呢 上面呢 我们看 是在饼子碎寒的时候画的 看来一定是 冬天 冬天 对 而且呢 带有点要祝贺过节的样子 我觉得呢 咱们一般的表现 碎寒的时候 有碎寒三有 像松啊 梅啊 竹啊 可是王震也表达了一个 碎寒三有 画的呢 黄色的那是辣梅 下面是 那是水仙 水仙 那么那红豆豆长的那个 那是天竹 这三种 我也把它称为碎寒三有 看来 王震一定是画给他的好朋友的 插在瓶子里面 这个瓶 花 平安如意 是吧 那么你看这个上面 不管是紫砂的盆 还是瓷器的瓶 画的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高矮 在这里面 颜色 各方面都非常的协调 整个一个和谐的画面 那么是有点 祝愿 要过节了 啊 祝愿 这张画 这么细致的王震 是难得的 那么这张画 我觉得 不错 那当然应该登上 最后一个珍宝台 谢谢 谢谢 恭喜将产品放在六号珍宝台 来 吴昌座的例子当中 那么这样的人画的画 那么这样的人画的画呢 跟一般的画家是不一样的 他的心态不一样的 他不为名 不为力 完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情 所以这幅画上我就看到题字上有 聊以欲心 这样的四个字 这种画是真性情 非常难得 如果按市价来衡量的话 应该每瓶尺是2万多左右 所以我给他的估价大概 估个参考价是13万左右 买占了 买占了 买值了 买值了 让我们共同点亮第六盏 珍宝灯 第六个珍宝台是由河北藏友 带来的王振平花图 市场顾下13万人 场上点亮了第六盏珍宝灯 朋友们 在我们这次的健保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能够看到 每个人的心怀希望 但是珍宝台的数量也只有这么多 但是 凡是能够选上珍宝台的藏品 都是值得我们一生去记忆的 来 有请六个珍宝台的主人上场 珍宝台的主人都可以获得 华语之门的珍宝奖证书 朋友们 本期最具市场升值潜力藏品奖 将会在六件当中 产生在某一件 大奖 将会获得我们所有专家 共同签名的一本证书 最具市场升值潜力藏品奖 也将会获得华语之门的独有荣誉 那将是由中国鸣谢陶瓷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严福利教授发明的正商词 作为2012韩国粒水士博会全球合作伙伴 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这件艺术品不可多得 于是乎我们现在就静心的期待 马上将产生的大奖 花乐谁家 5号 商败晚期青铜饼 恭喜了 大奖们颁给我们的 这位年轻的小伙子 大奖